这个漫画画得非常好 这个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 联通电信移动站在云端 但是呢 这个第四大运营商 其实这个牌照是去年就发了 只是公司成立是刚刚的事情 所以这个中国广电 已经到来 而这个第四大运营商到来的时机非常好 就是中国的5G通信 国家也非常重视 5G通信正在高速发展当中 其实5G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基站啊 更小 基站的密度更大 所以过去4G时代的基站呢 不够用 要增加更多的这个小基站 而小基站呢 等于基本上密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一个家里面会有一个 每人家里面有一个小基站的话 那就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小电视台了 所以中国广电这个时候 如果能真正的利用家庭优势 能够深入到每家每户的优势 做起来的话 那前途 无可限量啊 但如果做不起来 中国广电只是一个普通运营商 有可能依附于连通 依附于电信 那未来做的乱七八糟 也不知道是做内容 还是做渠道 还是做管道 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势在人为 希望广电 结合广电人 一起奋斗 把这个行业的颓势 改掉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 评论 关注